我是中央院学院世界民族音乐专业的博士赵多群 我的研究方向是伊朗传统音乐 你们感兴趣的波斯在我这儿 另外呢 我的本科和硕士是毕业于中央院学院民乐系的琵琶演奏专业 我谈了28年的琵琶 所以针对于琵琶的讨论我是特别感兴趣 我看这个网上的弹幕啊 有这么几波热议啊 第一个人说说琵琶好啊 是我们的民族乐器 另一波人立马跳出来说 你懂什么呀 琵琶来自于波斯 这一年我觉得波斯有点像一个背锅侠 提到乐器的起源 横竖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扔给波斯就对了 那么还有一波人会说说 嗯 这个乐器啊 是一个阿拉伯乐器啊 是这个琵琶来自于这个阿拉伯乐器 叫什么叫乌德 还有一波人会说说 这个东西是南音琵琶 其实首先想说一点啊 这个波斯并不完全等同意今天的伊朗 我们简单粗暴来说 这个古代的波斯和今天的伊朗 它有这个重合的面积 那么在今天伊朗高原的西南部 公元前六百年 希腊人最早把这个地方呢 称作为波斯 那么后来欧洲人就一直正教 一直大概到二十世纪初 把伊朗的国王呢 把这个国名定名为伊朗 北大的刘文君老师有这样的观点 说是在历史上呢 波斯主要是外名 即是他者称 而伊朗呢 主要是内名啊 就自称 你看这个欧洲人把这个地方叫做波斯 对吧 而我们今天再来看呢 这个波斯啊 相当于中文语境中的汉 你看他是波斯语 伊朗人说的是波斯语 波斯语 波斯民族 对 波斯民族是伊朗的主体民族 但是他大概只占民族的65% 除此之外 他们还会有这个像阿塞拜江族啊 库尔德民族啊等等 好的 那么波斯的问题我们解决了以后 现在来说一说琵琶啊 琵琶呢 的确是来自于波斯 那么它是来自于波斯的什么乐器啊 是来自于一个琴叫巴尔巴特琴 在撒沙王朝时期呢 开始传入到我国 撒沙王朝时期大概是公元的24到651年 我们的中国音乐史上有相应的记载 三国两季南北朝时期呢 四贤的曲向琵琶开始传入 好那么这种四贤的曲向琵琶长什么样子呢 请上图片 你看这个就是出土的撒沙王朝时期文物上的雕刻啊 这个你看这个头是一个歪着的 一个折着的 然后这边拿一个大波子演奏 这种四贤流特就是巴尔巴特琴 你看刚才我说的一句话 它叫什么叫四贤路特 这种路特呀 我指的并不是说你现在知道的那个欧洲的路特琴 路特是一类乐器 像皮帕这种瓢型的乐器都会被称为路特 它是一个种类啊 比如说我出国去演奏 我说我是琵琶演奏家 我不会这样说的 我会我说我演奏的叫Chinese路特 这是一类乐器 别人就立马知道你演奏的是这样的一种乐器 好 那么巴尔巴特是琵琶的祖先 我们现在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巴尔巴特是怎么来的 相传呢 巴尔巴特是萨山王朝时期的一个诗人叫巴尔巴德 他不但是诗人也是一个宫廷音乐家 是由巴尔巴德来发明的这种琴叫巴尔巴特 后来的各种文本呢 就是承认了巴尔巴德这个作曲家和鲁特琴 演奏家的身份 那么他是会被誉为波斯音乐之父 波斯音乐的创始人叫巴尔巴德 他来发明的这个巴尔巴特琴 巴尔巴特琴像这样子的琴叫做短静 短静Loot 那么还有一种叫长静琉特琴 长静琉特琴呢 就像这种塞塔尔都塔尔那种 你看那杆特别细的那种叫长静琉特琴 好的现在我们解决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琵琶来自于波斯的巴尔巴特琴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巴尔巴特是由巴尔巴德来发明的 现在我们来说一说第三个问题 为什么会有琵琶来自于阿拉伯的乌德 这样子的误会 事情是这样子的 几十年前一两有一个琴师 他呢是想做一个复原乐器 复原的巴尔巴特什么样 于是呢他比着乌德 比着萨珊时期的那个图像 那么做了一个乐器 其实跟乌德特别像 就是比乌德小一点点 然后他就说 我找到了萨珊时期的 巴尔巴特的样子 那么伊朗呢 他又是民族情节比较浓厚 于是大家就是采旗招展 奔走相告 说这个巴尔巴特找到了 巴尔巴特复原了 但是对于外国的音乐家一看 包括伊朗很多本国的音乐家一看 这不就是乌德的样子吗 于是慢慢就会有这样的额船 巴尔巴特就是长乌德的样子 那么琵琶来源于阿拉伯的乌德 是有这么一个事情 由于这个琴师的操作 使大家会误认为 琵琶来自于阿拉伯的乌德 巴尔巴特长的是乌德这个样子 其实你去看那个图像 它是完全长得不一样的 乌德会是一个大肚子 但是你看巴尔巴特 其实是瘪肚子 好的说完了刚才那个琴师的额船额 现在我们来说一说伊朗的专家学者 什么看法 德黑兰大学的教授 胡曼阿萨迪有这样子的观点 我认为他的看法很靠谱 先来介绍一下这个教授的背景 他是著名的民族音乐学者 内特尔的学生 另外呢 胡曼阿萨迪研究的是 史料超本中的音乐 他的一个著名的论本 叫波斯音乐超本中的 达斯特加货概念的史学背景 你看一看这个 他的这个背景 你会觉得这个人的看法是有根据的 胡曼阿萨迪就认为啊 失传的那个巴尔巴特 就现在我找不到时政的巴尔巴特 就是应该长今天日本琵琶的样子 日本的那种取向琵琶的样子啊 我同意他的观点 但同时我认为 他是没有见过我们的男婴琵琶 我自己认为巴尔巴特应该长什么样子呀 应该长咱们的男婴琵琶样子 因为日本的文化也是从中国这边带过去的嘛 另外一点啊 男婴啊在这个泉州啊 泉州是当时海斯路的古港口啊 他这个男婴琵琶 你看他会跟萨珊时期文物上的那个图像 非常的像啊 就是稍微大了以后 我自己的观点是 男婴琵琶就是巴尔巴特的样子 是当年萨珊时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 由波斯湾带到了泉州 并且一直保存下来 你包括看他上面那个小装饰 那个口装饰都是非常像的 其实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说日本琵琶 对吧 那巴尔巴特长什么样啊 来中国看看我们的男婴琵琶吧 我这样说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啊 不仅仅说是从形态上 我就有这样子的理由啊 你要知道丝绸之路 它是有两条的 一条是路上丝绸之路 还有一条是海上丝绸之路 我呢是研究波斯湾地区的音乐的嘛 萨珊王朝时期大概唐大的时候 从波斯湾到广州这条航线啊 非常繁荣 后来呢 广州的波斯商人呢 又云集到了泉州 唐末之宋代来华的藩商中啊 尤其是以施罗夫人居多 这个施罗夫还会被翻译成 施纳维 希拉夫 或者是施罗维啊 等等啊 它有很多翻译 但是它的原文叫什么 she love 那么这些翻译商大多是浮海而来的 呃 云集到了广州 后来又到了泉州等沿海城市 南宋的粤科书中曾经这样提到 泉州有翻译商名叫施罗维 南宋赵如氏的驻翻译中呢 也有相似的提法 说有大诗商人名叫施纳维 那么施纳维或者是施罗夫啊 都是这个 希拉夫 伊朗人的姓很多呢 是以他的出生地来命名的 比如说有些人叫 他就是德黑兰裔啊 德黑兰人 那么还有人姓什么 姓伊斯法汉尼啊 就说明他是出生在伊斯法汉 或者他的祖上出生在伊斯法汉 那么这个希拉夫呢 希拉夫 希拉夫啊 这些人啊 就是出生在波斯湾的这个古榜口 希拉夫的 对现在你看能看到一些解释 就是说这个南因疲法是 路上丝绸之路传到了中国的北方 后来又从中国的北方传到了中国的南方 你不觉得这个路太曲折了吗 他完全有可能是从海上直接过来的 当时这些叫希拉夫的商人啊 脱家带口 辗转到了中国来啊 那他带来了什么呀 带来了就是你不光带来了 吃的喝的用的 对不对 他还得来带来什么呀 带来这个乐器 带来他们家的歌姬 对不对 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南因疲法的样子 我们保存的很好 你看像今天这个洞梟和这个南爬这种演奏形式 是伊朗的乐器一个最古老的一个演奏的固定形式 就是那个树管 他们叫内 他们那种吹吹的乐器叫做内 内和巴尔巴特的这种形式 是伊朗传统音乐的一个典型的形式 这是当时我把南因套片给伊朗的学者看 他们一下就说 这是伊朗的一个传统音乐最 典型的一个演奏形式 所以你看啊 不仅是这个横抱的刘特琴乐器相像 并且这种固定的音乐组合形式也是相像的 我说是指洞梟和南爬 因此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大胆猜想一下 今天的南因啊 就是当年的巴尔巴特 而今天南因的这种组合演奏形式就是当年通过海上丝绸之路 从波斯湾带到的泉州呢 好 说完了巴尔巴特呢 我想再说一下乌德 乌德是什么呀 乌德是一个阿语名字啊 是木头的意思 他是西亚北非地区的乐器之王 乌德在伊拉克地区非常盛行 伊拉克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乌德学校 这是一个生活在伊朗的伊拉克学生给我讲的故事啊 为什么说伊拉克的乌德很厉害呢 因为这个萨达姆佛赛因非常喜欢乌德这个乐器 那么在他的支持下呢 在伊拉克建立了一所乌德学校 这个学校对学生的考生十分严格 这个伊拉克的学生跟我讲说 萨达姆去看考试 把枪往旁边一个弹吧 于是呢学生都非常提心吊胆啊 当然这是他讲的段子 但的确在这个乌德学校里呢 走出了一批乌德大师 其实乌德也是有很多的风格的 他有这个土耳其乌德 有阿拉伯乌德 还有伊朗乌德 那么就阿拉伯乌德来说呢 也有几个典型的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伊拉克乌德 那还有什么叙利亚乌德 还有埃及乌德 比如说埃及乌德 它的琴香就非常大 声音非常鸿亮 定弦也不同 那么阿拉伯乌德反过来 在伊朗发展 主要是伊朗乌德之父 叫纳里玛他来推行的 我的老师那个阿布邦的 就是纳里玛的弟子啊 其实乌德在伊朗的发展 就是用乌德去弹奏 伊朗的传统音乐曲级拉蒂夫啊 这种乌德叫做北乌德 它的声音很低沉 很忧郁 跟伊朗的那个传统音乐很贴近 但是伊朗在波斯湾地区 它还有一种乌德叫南乌德 而这种南乌德 就基本上跟阿拉伯国家的乌德 是一致的 那这个声音就比较洪亮啊 再说到这个琵琶的发展 就是也是它是有不同的形式 我看现代琵琶这个样子 也不是说直接定型成这个样子的 也就是这几十年才是这样子的 六项二十四品或者是六项二十五品 在明清时期 琵琶它是四项十品或者是四项十二品 你去看林志成先生他谈的一些琴 他中间的品都是有隔开的 也就是说现在的样子啊 都是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 我们关于琵琶是不是就捋完了啊 琵琶来源于什么波斯的巴尔巴特 是吧 巴尔巴特是巴尔巴德所制的 那么阿拉伯的乌德是跟中国的琵琶是平辈的 都是由巴尔巴特传过来的 那么巴尔巴特现在没有实证资料 那么我认为巴尔巴特长什么样子呢 像伊朗的学者他会认为说 是长今天日本琵琶的样子 那么我认为巴尔巴特极有可能是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了中国的泉州 巴尔巴特失传了 那么来看看我们的男鹰琵琶吧 我认为巴尔巴特就应该长今天 中国男鹰琵琶这个样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